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藏我在你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你用詞聲對我說話 百日太陽別不想我夜裡月亮也不害我 此下只有耶穌藏我的寶箭 藏我在你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你用詞聲對我說話 百日太陽別不想我夜裡月亮也不害我 此下只有耶穌作我的寶箭 再一次呈獻我心與主你面前 唯獨你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樂 在世間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是誰 我的一切全屬主你 我的一切也都歸你 耶穌 耶穌作我變難所 你吩咐你的事者保護我 用你的雙手托出我 耶穌 你必親眼觀看 親耳影響我每個祈求 每個通過耶穌 我只要你耶穌 耶穌Song 詞 ess 国枸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一切传属主祢 我的一切也都为祢 耶稣 耶稣 葬我被难所 祢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 用你的伤手托着我 耶稣 祢必趁一般看 真意应允我每个祈求 每个痛苦 耶稣 我只要你耶稣 耶稣 葬我被难所 祢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 用你的伤手托着我 耶稣 祢必趁一般看 神已应允我每个祈求 每个痛苦 耶稣 我只要你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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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趁一般看 神已应允我每个祈求 每个痛苦 耶稣 我只要你耶稣 耶稣 诗篇九十一篇九至十六节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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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祂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祂要踩在狮子和猥蛇的身上 踐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神说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就要踏救祂 因为祂知道我的名字 我要将祂安置在高处 祂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祂 祂在急难中 我要与祂同在 我要踏救祂 使祂尊贵 我要使祂足享享受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祂 根据启渡本诗篇注释 诗篇九十一篇是一首朝圣诗 述说神是敬畏祂的人的倚靠 全诗可以分为两部分 今日的经文九至十六节是后半部 九至十节会应前半部提到的四种危险 敬畏神的人却可以安全 后半部提到四种野兽 狮子 狮蛇 少壮狮狮和大蛇 比喻囚敌和危险 敬畏神的人也能一一胜过 神答应答救保护专心爱祂的人 诗人说 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让我们赞美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认定全能者的保护 无论恶者如何攻击我们 爱我们的上帝必用手托住保护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1章 书亚人彼勒达回答若白说 你要这样啰嗦到何时 你的话犹如阵阵狂风 上帝豈会歪曲正义 全能者豈会颠倒是非 如果你的乙女得罪了他 他会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但你若寻求上帝 向全能者懇求 你若纯杰、正直 他必起身相助 恢复你应有的家园 你起初虽然卑微 日后必兴旺发达 你要请教前辈 探救祖先的经验 因为我们就好像昨日才出世 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掠影 前辈必给你教会和指点 向你道出明智之言 蒲草无泥起可涨高 奴蚁无水起可谋盛 他们还在生长 尚未割下 以被百草先枯毁 忘记上帝的人 结局也是如此 不信上帝的人 盼望终必破灭 他所仰仗的虚弱犹斯 他所倚靠的成如诛亡 他倚靠什么 那东西却支撑不住 他抓住它 他却支离破碎 他好像阳光下生机勃勃的植物 枝条爬换了原油 根径盘晓石堆 深深扎入石缝 一旦他被连根拔起 原处必否认见过他 他的生命就这样消逝 地上会兴起其他人 上帝绝不会抛起唇传的人 也不会扶持邪恶的人 他要使你笑口常开 宽声不断 憎恨你的人必抱贵蒙羞 恶人的障逢必不复存在 若伯回答说 没错 我知道你所言不虚 但人怎能在上帝面前算为异人呢 人若想与他辩驳 千次也不能贏一次 他充满智慧 能力无比 谁能抗拒他 还可以平安无恙 他可率言挪动群山 在怒气中将山翻倒 他震动大地 使他挪毁 以至地的支柱摇陷 他一声令下 太阳就不能再升起 众声也不会再发光 他独自铺展穷仓 暴行在海浪之上 他创造了北斗星 参星 昂星 及蓝天的星座 他恨的歧视不可拆夺 奇迹不可升数 他经过我身旁 我却看不见 他从旁边掠过 我有无法察觉 他若夺取 谁能够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 上帝不会引路不发 海怪的帮手必屈塞在他脚前 因此 我怎敢与他辩驳 怎敢操持与他理论 我纵然无辜 亦无法申诉 只能黑球我的审判者诗恩 即使我呼唤他的时候 他回应我 我仍不相信他会随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摧毁我 无辜的使我饱受创伤 他不肯让我喘息 他使我尝尽斧头 若轮到力量 他甚强大 若上公堂 谁敢传他 即使我清白无辜 我的口也会认罪 即使我纯存无过 他也会判我有罪 我虽然纯存无过 亦毫不在乎 我厌惑我的生命 因为我认为都是一样 纯存无过的人 和恶人都会被他毁灭 灾祸突然奪走人命时 他嘲笑无辜者的遭遇 大地落日恶人手中 蒙蔽审判官眼睛的 不是他是谁呢? 我的年日比顺差还快 匆匆而过 不见幸福 我的岁月疾磁于快船 快如急降爪食的老鹰 即使我说要忘记怨恨 抛开愁容 强颜欢笑 诸多的患难仍使我惧怕 我知道他不承认我无辜 既然我被定为有罪 又何必徒然挣扎 即使我用雪水淨身 用碱水洗手 他仍会将我扔进乌坑 连我的衣服也嫌弃我 他并非我的同类 我无法与他争辩 一起对驳公堂 我俩中间没有仲裁者 没有人为我们断定是非 若能够拿开他扎打我的形象 使我不再受他的惊吓 我就会放胆发言 不必对他心存恐惧 但是现在我却不闻这样 我厌护自己的生命 我要倾诉我的爱愿 套路心中的苦水 我对上帝说 不要定我的罪 请告诉我 你为何指控我 难道你喜悦压逼 鄙视你做的人 却清来恶人的计谋 难道你的眼是肉眼 目光如烦人般短淺 难道你的年日有限 岁月如世人般短暂 以至你查册我的过犯 追究我的罪险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犯罪 没有人能从你手中解救我 你亲手做我 索我 现在却要毁灭我 不要忘记你用泥土做我 难道要使我復归尘土 你将我好像奶一样堵出 使我好像雨落一样凝固 你被我穿上皮肉 用筋骨将我偏袖 你赐我生命给我慈爱 你的眷顾使我保存性命 但你心中藏着计划 我知道你早有此意 我若犯罪 你就监察 不肯赦免我的罪 我若有罪便遭禍患 即使清白 亦不敢抬头 因为我饱常羞辱 吃尽苦头 我若昂首挺立 你会好像狮子般追捕我 再次施展大能攻击我 你一再派证人指控我 你对我越来越憤怒 使军队轮流攻击我 你为何让我出武福 我不如当时就死去 没有人会看见我 好似我从未出世 一出武福就被送进坟墓 我的年日不多 求你放过我 让我欢乐片刻 我好快就一去不返 进入幽冥黑暗之地 那里一片漆黑 陰暗云乱 那里的江昏暗不明 南亚人所发回答说 难道滔滔不绝 就无人反驳 难道啰啰嗦嗦 就证明有你 你叠叠不忧 人家岂能沾默不言 你嘲笑计讽 岂不该有人使你羞愧 你自以为信仰纯全 在上帝眼中清白 唯愿上帝发言 开口搏斥你 说给你听智慧的傲辟 因为真智慧心傲难懂 要知道 上帝对你的惩罚 给你该受的还轻 你能够测度上帝的心傲 探索全能者的极限吗? 那可比诸天还高 你能做什么? 那可比阴间还深 你能知道什么? 那可比大地还宽港 被海洋还撩阔 他若来囚禁你 开庭审判 谁能够阻拦 他动释鬼诈之人 看见罪恶 岂会不理 愚蠢人若能变得聪明 野奴区也可生成人样 你若把心安静 向他举手祷告 你若随去自己的罪恶 不用帐逢女有任何不疑 就必能无愧的养起念 站立得稳 无所畏惧 你必忘记自己的苦楚 它从你记忆中如流水逝去 你的人生将给正午还光明 生命中的黑暗也必将黎明 你必充满盼望感到安稳 你必得到保护安然入睡 你睡觉时必无人惊讶 许多人必求理施恩 但恶人必眼目失明 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只有死亡 上帝谁会歪曲正义 全能者谁会颠倒是非 有人比勒达以善恶因果的邏輯思维 摘烂若伯得罪上帝 照至今天灾央的结局 然而若伯回应是 人怎能够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 在全能全然的上帝面前 若伯清楚知道没有完全人 上帝一声令下 所有受造的必屈塞在他脚前 上帝定为有罪的 人不能无辜 即使若伯知道自己顺存无过 清白无辜 也不敢与绝对主权的上帝辩驳 只能克求审判者施恩 在极度痛苦中 若伯看到的是上帝的主权 因此他不敢与上帝争辩理论 因为无论自己有罪或清白 都造和环 朋友所发同样否定若伯的无辜 认定若伯如果除去自己的罪恶 就能够无愧的养起念 暂立得稳 无所畏惧 他一口咬定上帝在此惩罚若伯 求主翻说世人的无知 面对苦难不能够解释的种种反应 一如有人比勒达同所发 强行以人的恃恶因果报应 为超越世人逻辑的上帝解释 不单止不能够安慰受苦的人 更加重别人的痛苦 求主怜悯 二如若伯 虽然对上帝有更全面的认知 明白上帝的绝对主权 在身心灵极度的痛苦中 亦难免发出无助无奈的哀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文多前书十五章一至二十八节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你们曾经领受 向你坚持的福音 你们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必因一个福音而得救 除非你们没有真正相信 我所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信息是 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被埋葬了 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 并曾向彼得显现 又向十二使徒显现 后来又一次向五百多位弟兄姊妹显现 其中有很多至今依然健在 亦都有一些已经安息了 随后他向雅各显现 又向众使徒显现 到最后 竟也向我一个好像未按产期出身的人显现 在众使徒中我最微不足道 根本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曾迫害上帝的教会 但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成了今天的我 祂赐给我的恩典没有枉费 我比其他人更加卖力 不过我不是靠自己 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 不论是我传的 还是其他使徒传的 我们怎样传 你们亦都怎样相信 既然我们一直都在传扬基督 已经从死里复活 怎么你们当中 却有一些人否定死人复活的事呢 要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你们依旧尋在罪中 我们所存的就是虚空 你们所信的也是虚空 而且我们就在为上帝做假见证 因为我们见证上帝 已经使基督复活了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 如果人死了不会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 你们依旧沉沦在罪中 那些在基督里安息的人也都灭亡了 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 只在今世 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 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 既然死亡的道理是值着一个人 复活的道理也是值着一个人 因为正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然而各人要按照先后次序复活 基督最先复活 以后他再来时 属他的人也都要复活 最后末日来临 那时基督会废除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力的 将国度交给父上帝 因为基督必执掌王权 直到上帝将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 他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 因为圣经上说 上帝使万物降伏在他脚下 当然 这一道说的是万物都降伏他 不包括使万物降伏他的上帝 到了万物都归伏基督以后 圣子基督也要归伏那个使万物归伏他的上帝 使上帝做万物的主宰 感谢基督复活的福音 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人的罪死了 被埋葬了 第三日复活了 并曾向使徒显然 后来一次向五百多位弟兄姊妹显然 保罗历正死人复活的事 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 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 各人要按照先后次序复活 基督最先复活 以后他再来的时候 属他的人也都要复活 最后末日来临 那时基督会废除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力的 将国度交给父上帝 感谢神 因为基督必执掌王权 直到上帝将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 我们信基督复活福音的人 盼望不止在今世 更加在永远的国度里 和基督同德荣耀 感谢耶稣 因为他的复活 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在这一世虽然经历生老病死 却能够有信心 有盼望 有爱过每一日 还希望有盼望 有还有滋 sexy UD 心言二十一章 二十八至二十九節 作假見證的必滅亡 唯有聽真正而言的奇言長存 惡人念無羞恥 正直人行事堅定 心言對比兩種人 作偽證的同道實情的 作偽證的終必滅亡 道實情的常發言 奇言長存 甚然又對比惡人與正直人的行事方式 惡人虛張聲勢 正直人謹慎行事 上帝厭護術謊言的口 挑起衝突的人與一切的虛張聲勢 求神提醒我們要小心自己的舌頭 亦都要保護自己的耳朵 不要被謊言的口蒙騙 8月23日 靈修思考問題 詩篇九十一篇 九至十二節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和患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挨近你的障縫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在你行的一切路上 上帝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用手托住你 因著過去經歷他的保護和托住 你可以怎樣面對前面和將來的未知或者困難呢 有他作你的避難所 你還有什麼可以懼怕的呢 親愛主 感謝你吩咐你的使者 保護你所愛的人 他們用手托住我們 使我們不自碰在石頭上 願願主使我們更多感謝上帝 在我們生命中所預備的每一位使者 他們就是我們生命中的天使 讓我們經歷到上帝的心恩厚愛 得以行走在上帝的心意之中 祈禱是奉耶穌基督 復活有德性的名求 阿門 祝賓你要求祈禱 祝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